接著呢 我們來看函數在任意一點微分 這個概念 也就是呢 函數它的導函數的概念 為了方便呢 我們的討論呢 我們把之前 函數在固定一點 S0 微分呢那個極限的表達是做一個改寫 那請各位回憶一下呢 我們說一個函數f 在S等於S0的微分呢 就是這個極限 Limit S區均於S0 S扣掉S0 分之fS扣掉fS0 那如果呢我把分母的地方S扣掉S0 把它定成H的話 這樣子的話呢我的S呢就會寫成了 S0加H 所以呢 當我的S 趨近於S0的時候呢 它就等同於呢 H是趨近於0的 所以我們 這個極限 Limit S 趨近於S0 S扣掉S0 分之fS扣fS0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改寫成底下這個表達式 就是呢 Limit H趨近於0 H分之fS0 加上H 扣掉fS0 改成這樣以後 我們這個表達 新的表達式呢 仍然是表示 fS呢 在S0的地方它的微分 那如果呢我要做 函數呢整個定義上任意點的微分的話呢 我只需要把新的表達式呢 S0的地方呢 換成S 也就是說呢 去看底下這個極限喔 Limit H趨近於0 H分之fS加H 扣掉fS這個極限 事實上呢 這個極限呢 就是呢 函數fS呢 在S的地方 它的微分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 底下呢 函數微分的定義 如果現在給你一個函數fS呢 那 我的S呢 如果是在fS的定義當中 而且呢 如果 這個極限喔 Limit H趨近於0 H分之fS加H 扣掉fS 這個極限如果它是存在的話呢 我們就說f呢 在 S的地方 它的微分存在 或是呢 導數存在 那我們用底下兩種符號來表達這個概念 第一個符號呢 寫成 f' 也就是說f的右上角呢 寫一撇 唸成f' 那第二個呢 是寫成呢 d over dS f 這兩個是 同樣一件事情 表達是不一樣而已 那注意到呢 f' 就是 函數的微分 或是導函數呢 事實上也是一個函數喔 因為呢 只要呢 我f呢 這個函數呢 定義裡面呢 的任何一個s 它呢 算這個極限算出來都存在的話 它就對應到一個 值嘛 所以呢 導函數事實上也是一個函數 那還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呢 我們在 導數 導函數的表達形式裡面呢 這個h趨勁於0的時候呢 可以從h的右側趨勁於0 也可以從h的左側趨勁於0 那 如同呢 我們之前在 講呢 函數在固定一點微分它的 幾何概念的時候呢 一樣齁 我現在如果s在這邊的話 那當我的h大於0的時候呢 s加上h呢 就會在 x的右側 那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我的h小於0的時候呢 那s加h呢 就會在 s的左側 那我們去考慮極限的時候呢 必須 從s的右側跟 s的左側 都要去考慮 什麽 b進的時候 b進的時候 好